共同维护台反核心有力 民进党上台前攻击ECFA 上台后不仅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 还对大陆变本加厉 实行实施性贸易的限制政策 既要显受ECFA的红利 又违反ECFA和WTO相关规定 导致大陆有关部门 不得不终止ECFA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 有关部门决定终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合理合法 有聚有节 是正常的经济行为 在事实面前 民进党单局颠倒黑白的说辞 不公自破 民进党单局一再操弄 脸面手法 只会让台湾同胞 更加看清他们的自私自利 看清他们没有诚意 改善两岸关系 无心也无力解决 台湾民众切身利益问题 关于我们恢复台湾地区的石斑鱼输入 那是因为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在综合评估台湾地区农育业者的整改措施的基础上 挺向了我们始终尊重 关爱 照顾台湾同胞 重视台湾农渔民等基层民众的诉求和利益 感谢观看